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 我是沈梅琪 法律是给有备而来的人 而您准备好了吗 今天节目现场非常荣幸邀请到 移民律师张美轩张律师 首先我先跟你谈一下 就是上个月发生了又一起的 EB5投资移民的诈欺案 那么EB5的诈欺案层出不穷 可是为什么每次一发生 那个规模之大金额之高都会令人扎舌 那首先现在看这一起 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起新闻的背景 就是说有一个在加州新港滩的律师 叫做Emilio Francisco 他在四年来诈骗了130亿名的中国投资人 超过7200万元 然后都骗他们说我是要帮你们办投资移民 结果到后来是自己去买游艇 然后自己开咖啡厅 在这种情况之下 投资人的权益当然是非常重要 有没有可能拿回他们投资的钱呢 这个要看具体的案件的情况 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这个当时最大的一起 是当年的芝加哥会议中心 这个EB5投资案件的出问题的情况 那当时呢美国证监会采取了一个最快的行动 就是在第一时间冻结了 这个区域中心运作人的资产 当时呢是这样的 因为每个投资人都知道 他们有50万的投资 然后还有大概5万至少5万不等的 这么一个所谓的管理费 那当时这个案件呢 就是管理费已经被这些人挪用挥霍掉了 可是当时的50万的本金呢 是追回来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案件具体的情况 这个里面有提到 新闻当中有提到呢 说就是美国证监会要求冻结这个运作人的资产 那如果能冻结资产的话 看当中还能有多少的资金能够 遗留下来的话 能够重新的分还给这个 就是等于是返还回这些投资人 好 那么我们也想知道 就是说这个新的一年开始吗 那在EB5签证方面 有没有哪些新的规定呢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还是50万吗 是的 是的 目前还没有 当然呢就是川普上台以后的话 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不知道 举个例好吗 有哪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首先是投资的金额 其次是投资的地区 还有的话就是这个区域项目到底何去何从 是否还会继续保留 保留的话现在看来是比较有共识的 因为这么多的投资人 这么多的投资 根据这个事实 就是各种去经济学家的一个 他们的这个计算呢 也确实为美国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 但是这笔钱具体是不是真正的 用到了符合法律法规的 所规定的这个 比如说经济比较不发达地区啊 或者高失业率地区啊 这个现在大家没有一个结论 也是饱受批评的一个 一方面之一 好 那我们再回来这起案子 就是说这个 Emilio Francisco的这个律师呢 他跟投资人讲说 我要帮你们办那个EB5 然后呢 就是要盖疗养院 结果发现他根本一分钱 都没有投到疗养院上面 然后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当然投资人就被骗了嘛 可是我觉得今天如果啊 我是从这个一般投资客的心态来看 就是说50万的金额 也不能算是小钱 那么你如果把这个50万 投进去之后 你怎么可能会 他跟你说要盖疗养院 结果疗养院一点下文都没有 你会完全不知道 有这样的事情呢 这个呢 就是实际上这个EB5投资项目 就是受到甚至主流媒体的攻击 其中有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这种项目缺乏 有意义的监管 也就是说呢 可是不好意思 我打得差 投资人怎么会浑然不知 他的钱根本没有去投到 他当初这个律师跟他说 要投的项目呢 大部分的情况 大部分投资人是这样的 首先呢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 所有的EB5 大概有85%左右 投资人都来源于中国大陆 而中国大陆的投资人呢 首先他们不讲英文 语言不通 文化背景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呢 他们完全是 我们讲叫纸上谈兵 就是给他们一个很漂亮的提案 很漂亮的一个项目的规划 那么他们看了呢 不管是说是缺乏一个 事前的真正的一个评估也好 还是当时确实认为这个项目是 有值得投资的情况下 他们把资金投入以后呢 问题这种项目的设置 百分之百的情况下是这个区域运作人 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股份 也就是他们都是这个项目的 直接的就是主要合伙 主要的投资人 主要合伙人不是主要投资人 那么主要合伙人 他们有权利对这个项目的运行 进行直接 就是全部全权都 所有的主要决定都取决于他们 那么投资人呢 在这个情况下 虽然他投资进来了 但是你要知道 虽然投资进来了 这些人在拿到绿卡之前 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 那在这期间的话 很多人会以旅游 或者商务的签证来到美国 但是有多少人真正来了美国之后 去真正的实地去考察 考察自己的投资项目呢 少之又少 据我所知 那这个投资人基本上 钱投进来了 那么也就想听签 大部分的人心态是说 很多人真的是说就听天由命了 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 即使现在再去反悔也晚了 所以他们就想抱着最好的希望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投资 拿到临时绿卡 甚至以后的正式绿卡 希望这笔钱能够 在最终能够获得返还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如果他 因为确实没有任何 有意义的监管的机构 包括这些投资人 好 那在监管机构 还没出台之前 投资人要怎么样避开 这些EB5签证诈欺的地雷呢 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是这样跟客人分析的 首先呢 我尽量避免帮助客人去介绍项目 但是现在这个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了 所以呢 我会跟客人尽量呢 说我们 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关注 现在这个成百上千的投资项目 所以我只是说 我们尽量呢 去找一些 有比较良好的记录 所谓记录呢 就是说有至少他们的投资人 有获得过正式绿卡 而在这个漫长的经营的 就是过去的这十年 甚至二十年的经营当中 这个区域中心 或者他的投资人 没有什么负面的新闻 而且他所经营的项目 和他合作的方 因为区域中心的运作人 也是有不同的合作伙伴的 那他们的合作伙伴 也没有什么不良的记录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会跟投资人讲 据我所知 这个区域中心 在移民法方面 没有什么不良记录 而且他们之前 也有很多的成功案例 但是到您这儿 还是有可能会失败的 因为这是一个投资项目 任何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这是我跟客人讲的 非常明白的 但你说要如何避免的话呢 实际上真正 避免投资移民的风险 是有一定办法的 就是简单讲 就是去看他的这个移民的记录 包括这些区域中心运作人的记录 但是你如果说 想完全规避投资风险 是不可能的 就包括你自己 你想想看 这笔投资款项 在你自己的手里 去投资任何的项目 自己开公司 也会有风险 对不对 你也不能保证说 我这个投资投下去了 我一定能够拿到正式绿卡 一定能够把我的本金收回来 因为毕竟你是在一个 完全不同的投资环境当中 进行运作 那如果说是这个钱 这个里面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 这个案子里面 就是说 这个律师直接的参与了 这个投资项目 那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呢 这是完全属于违反职业道德的 因为这里有明确的利益冲突 那我们讲话呢 就是作为律师来讲 我们要全面的 就是能够百分之百的 忠于我们的客户 那一旦你自己在运作区域中心 同时又代表这些投资人的话 这是有明确的利益冲突 肯定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个人一旦看到任何的项目 有就是大力的鼓吹 说我们获得了政府的支持 甚至有政治人物来站台的话 我首先从个人来讲 就有反感 因为我觉得他这种做法 完全是为了迎合中国大陆投资人的 对政府的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个信任 其实美国政府的话 他们不参与这种商业行为 而且前一段时间 就是16年的4月份 当时是最大的一个 由美国真正由美国政府 州政府运作和拥有的一个区域中心 出了大的问题 这个当时确实对我们厌届的人 是有很大的打击 因为当年他宣传的时候就是 而且他是很早的 1990年这一批区域中心当中之一 那么他宣传就是说 我们是唯一的美国EB5 这之前是政府真正运作和拥有的 一个区域中心 结果他出了大的问题 那这个政府拥有是事实吗 是事实 这是真的是事实 不像其他的时候 我们州长出来帮我们站个台 或者什么市长 市议员 不是的 他是真正Vermont 这个州拥有的一个区域中心 但是他们运作是 就像我们讲的 我有这个资格 但是我运作的时候 实际上是承包给私人公司的 明白 换汤不换药 所以他们现在出来澄清 就是说我们手上 因为很多投资人说 不是你政府拥有的吗 他说你们错了 首先这个钱 我们一分钱都没有用 州政府 其次我们没有你们投资人的名单 好的 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会完之后 再请张律师跟我们讲解更多 有关于这个EB5移民签证的欺诈案的 一些必须要注意的内容 欢迎回到天年话题的法律现场 现场请到的是张梅轩张律师 我们刚刚跟张律师谈到就是上个月发生在这个加州新港滩的一个律师叫做Emilia Francisco 他在四年来诈骗了131名中国投资人超过7200万 那么这个案子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刚才有跟张律师探讨的时候张律师就是有说这个律师呢很可恶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些钱拿过来投资他自己的生意 这是违反职业道德 那我比较好奇是违反职业道德的同时是不是也是违法呢 职业道德本身呢在加州的话我们是叫做加州职业道德法规 就是如果违反了这个的话呢可以在职业道德的层面 也就是说由加州律师协会进行一些制裁 根据情节轻重所受到的制裁的这个轻重是不一样 但是如果说违法的话我们有比如说民法 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个美国证监会对他进行的就是民事方面的欺诈的一个诉讼 那么如果这个一旦定罪的话他是受到一些民事的处罚 也就是说他要赔款啊等等啊 那如果刚才我们讲还有一种是刑法 目前的话刑法的话呢是需要加州的这个或者当地的 比如说是刑事这个检察官啊进行起诉的话才会成立 所以说还有刑事欺诈罪这个刑法我就不懂了 我也没办法多说但是据我所知的话就是这么三层三个层次的 实际上对于律师来讲对我们来讲我认为有的时候 真的最最最无法承受的后果是说被取消律师资格 我比较好奇的是他如果在加州被取消律师资格 他可以在芝加哥或是纽约再去拿一个律师执照吗 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想说像这样子的律师应该是不可以 他如果是个考试机器的话那么他在加州不干律师 他去其他的地方考个资格因为每一个州都对这个 就是就是律师的职业道德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所以一旦他是由于这种欺诈或者是挪用公款的行为 被被取消律师资格的话我可以肯定的说在任何地方都拿不在 都不会再取得律师资格了但是说你要是说百分之百的话 这个我没有去研究过你说挪用公款 事实上这个家伙呢他其实虽然是并没有把钱拿去投资 他当时promise这些客人要投资疗养院 可是他事实上也开了一些所谓的咖啡厅那这也算是一种投资嘛 这算是移民投资项目的一种 是的他是这样的他呢在这个因为这个我也没有看过这个 这个其实这个项目如果是PTC的话我是听到过的 应该是有人来找过我问过这个项目 但是因为我的态度一向是说从保护我自己出发 从保护客人来出发呢我不太愿意去接受新的这种 就是没有任何移民历史的项目 所以我没有去进行过深度的这个考察 但是呢他的这个我可以可以想象的就是说 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计划 在这个企业计划当中呢他给投资人画的这个规划 一个大饼呢就是说你的投资投资到我这之后呢 我会开这个很在美国很有声望的一个连锁的咖啡厅 包括一些简单的餐饮 那么另外呢我还会做这个疗养院 那在这当中呢实际上美国的法律要求的投资移民法 其实在获得正式绿卡的时候 它的法规要求很简单听上去很简单 第一条你的资金没有撤回没有被挪 其实上就是说你的投资比如说投资我投了50万 我没有说拿出5万来作为我的买了辆自己要用的车 那么对于区域中心来讲呢 这50万每一分钱都要用作他所承诺的要进行的项目 所以说我就这就是我问题 那你说他能用公款 但是事实上他还是要去开一些他当时承诺的连锁咖啡馆 是的 是的 但是他把其中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这50万里面他可能有49 我们现在不知道可能有30万去用了开项目 但是有20万他去买了自己的游艇 把自己的公司的运作的费用放用了这个投资人的钱 这就是挪用了投资人钱 因为这个法规非常明确 50万里面每一分钱都必须要去进行这个项目的实际运作 而不能作为运作人的私人的开销 甚至是公司的开销 这是移民局衡量这个正式绿卡的其中 就是两个条件里面的第一条 好 那法律听起来是有在帮这个投资人 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法律虽然已经就是已经有出台了 可是问题是你没有一个人去监管他去执行这个法律 那也等于是就是纸上谈兵嘛 是 所以他这个弊病非常多 有的时候确实是完全基于投资人 基于这个运作人的他们的善意的旅行 这我当年其实到现在我有时候也觉得 一直都觉得说我就说有时候开玩笑 我说每天起来早就起来烧香拜佛的 希望我客人所投的所有的项目里的运作人 都维持他们的简单讲就是良心吧 就是说因为这笔钱就像我刚才讲的缺乏监管 他的投资人的钱基本上很多人说 我会给你设一个保障金账户 但是这个保障金账户的话 基本上现在在案件递交的时候 最迟也不过是案件批准的时候 这笔钱也就会发放到这个项目当中去 那你在这个项目运作当中 缺乏一个监管的话 没有因为它不是银行贷款 银行会有一套自己监管的程序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开发商对1比5的投资资金趋之若鹜 因为这笔钱很便宜 首先它没有什么利息 其次的话呢 它不像银行一样的要求 你必须它的就是compliance这个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投资人一般来讲 他们都是每年大概到点了 收个报表给他们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因为我不是这个金融行当里面的 我也对他们的运作说实在话 毫无所知也没有任何专业知识 所以我很难提出一个说 这个监管具体要采取什么样的模式 我只能怎么说呢 爱莫能助的说 确实就是从移民法 因为你不能说美国移民法提供了这个途径 就要移民官来监管这个事情 就像你比如说你让我去监管 一样是没有用的 就像你比如说今天说身体不好 找我来帮你看病是一个道理 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所以我经常跟我投资人讲呢 如果你真正想评估一个项目的话 你真的需要自己的一整套的一个班子 甚至要找外面的这个最有名望的评估公司 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包括金融机构 他们评估了之后 其实就是个投资项目 对吧 你把移民两个字去掉 很简单投资项目 可是真正最有名望的投资公司 他评估了之后 他也会告诉你说 这个项目他的优势在哪里 他也会说他会有风险 没有一个去这个投资公司 会跟你讲说 真正的说这个评估公司 会说你就投这个项目 百分之百没有问题 因为他还牵扯绿卡的问题 还牵扯到项目运作人 是否会一直善意的旅行的问题 所以我说实在话 为什么EB5饱受抨击 我个人也觉得它是个风险 非常高的一个 就是投资途径就在这边 那我知道您最近还做了很多EB1 是不是 对EB1A是 EB1A和EB1C 一直也是我们事务所的一个主营的方向 那我跟客人评估的时候呢 实际上有的时候 我说一百个 真的是十个客人进来 最终可能有八个 还是会选择去中心 因为它没有 它不符合其他的移民的途径 但是我还是会帮他们分析一下 那么EB1A的话是杰出人士 比如包括杰出企业家 所以有一些客人 他们觉得说 我在某一个行业很杰出 但是我的选择只有投资移民 实际上不是的 可以评估是否可以作为杰出企业家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如果客人真正有意图 有能力来美国经营的话 那可以并购公司 甚至开自己的新公司 来通过EB1C 就是跨国公司的高级主管 来申请绿卡 那我觉得最后 到了投资移民也是 我也会鼓励客人 自己去开公司 但是一样的道理 你自己开的话 你面临的可能移民风险会小一些 但是你同样面对投资的风险 所以这个见仁见智 有的时候要看每一个客人 他们的承受能力 但是如果是做投资移民的话 我跟客人讲 都是一定是有风险 也就是说 什么样的心态呢 就是这50万没有了 然后还没有拿到绿卡 然后还能继续的话 有些人口大就很深 他也不是很账户 这50万100万 对 这个实际上有的时候 还不是资金 为什么我强调说 50万没有了 还没拿到绿卡的情况下 还可以继续 要有这种心态 我们坐下来谈 否则的话呢 我说都太累了 都真的很辛苦 好 今天非常感谢张律师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也谢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礼拜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